木蘭足球聯賽是台灣最高等級的女子足球賽事 從2014年起至今已經來到了第五年 本屆開幕站在4月44號輔達足球場登場 有台中藍金、台北PLAYONE、新北國際、花蓮女足、高雄陽性 一共五支隊伍角逐冠軍寶座 那我在這邊希望我們所有的球隊可以去落實梯隊 培養基層 讓我們的一個女足可以發光發熱 重返亞洲市場 這是我們的目標 2017年帶領台中藍金拿下後冠的總教練 爵野薄信 現在擔任中華女足的總教練 爵野薄信提到台灣女足的發展只有代表隊是不夠的 更肯定基層球隊的努力 我認為台灣女足的球隊發展只有代表隊 這個Mulan League的選手、隊伍 或是支持者、支持者 支持者的全員 都覺得自己的力量 頑端的頑端 2017年以輔大為班底的新北韓原隊 2018年換了新的面貌 更名為新北國際隊 加入英特財配俱樂部這個大家庭 有U16的國家隊教練Oliver 領軍 敘事待發的要在球場上大展身手 你第一次帶那個女子足球隊有什麼感覺? 其實這不是我第一次帶女子足球隊 我曾經帶女子足球隊 我曾經帶女子足球隊 也曾經帶女子足球隊 但這也是我第一次帶台灣 所以今天很棒 我期待到最後的年來 後來也希望可以比去年成績好一點 國外教練訓練起來就是跟台灣的不一樣 然後跟日本教練也有差別 就是她的想法比較開放 然後給的東西也跟我們剛開始結束足球的東西不太一樣 所以還蠻新鮮的 木蘭聯賽從4月16號直到10月 巡迴台灣各地比賽 包括新北、台北、台中、高雄、花蓮 一起幫台灣女足加油吧 孫內TV台北報導